有意義的是 舉例來說 佛陀時代有很多人 比如說修苦行 那些苦行是沒有意義 不能得解脫的 吳比丘堅持修苦行 佛陀跟他講 單單意苦行是不能得解脫的 所以後來吳比丘捨棄苦行 也得解脫了 佛之後錄三加社 三加社是拜佛的 拜佛外道 他們居家火 福田火 根本火 要維持那個火不滅 要常常保持那個火在燃燒 非常注意這個火 然後就會得到福報 佛陀跟他們講 正確的修行方法不是這樣子 福報也不是從這些火供 就是把整個東西放到火裡面供養 然後保持這個火持續燃燒 不滅 福報從這個火走來 不是的 那麼後來三加社 也正拿阿羅漢解決了苦 跟三生同志 三生同志每天早上 冬天起來 每天早上起來 栽見沐浴 然後往東方拜 往南方拜 往西方拜 往下方拜 往北方拜 東南西北上下 到處拜 每天都六方拜 東南西北上下 每天都拜 我們有些人也這樣 拜天拜地 拜祖先拜什麼 每天都拜 然後佛陀看見了就跟他講 你同志啊 就散身啊 你在做什麼 不過我爸爸往正的時候要告訴我 每天早上起來這樣拜 就會幸福快樂 佛陀就跟他講 這就沒意義了 幸福快樂不是從這裡來的 他說你真的要拜 不是這樣拜 六方不是這六方 哪六方呢 你要東方就是父母 南方就是師長 東南西北上下就是你的父母 你要孝順父母 恭敬師長 然後照顧你的家庭 然後要對你的兄弟姊妹 親戚朋友要好 有愛 然後要尊敬沙門婆諾門 有修行的人 要照顧那些貧窮的人 貧苦的人 這樣 你每天這樣做 你就會有福報 福報是從這裡來的 不是從你每天早上拜東方 拜南方 拜一拜 你就有福報 善身啊 這個才是你要做的 聽進去啊 改了 他會不會有福報 所以要把沒有意義的轉到有意義的 真正的供養 居家火 福田火 供養父母 尊敬師長 這個才是你的福田 你天天把那個火在燃燒 維持那個火在燃燒 然後把一些蔬油 把一些骨丟到火裡面 然後你就有福報 沒有 沒有這種事 天天燒一些椰子 購買這些鬼神 然後就有福報 鬼神可以給你福報 他為什麼不能給自己福報 他自己就不會購入鬼道了啊 很簡單的道理啊 他自己的福報都比你差了 他還給你福報 所以你要把這些道理分清楚 你不會做無意義的事 因為有很多人做生意啊 希望能夠 這個生意很好啊 把希望鬼神送一些錢給你啊 就做什麼燕共 魔共 然後這些希望 無鬼搬命法 把錢都搬來給你 就是有財鬼 有福報的鬼 也不如做人的福報 他就是福報不大 他才會墮入鬼道 三二道 那你還要跟他要求 就說恰貴鐵有什麼就是這樣 那你不知道啊 那善生童子每天拜 拜東方 拜南方 拜西方 拜北方 以為這樣拜就有福報 不是啊 你還不如拜父母 拜師長 孝須父母 恭敬師長 有愛兄弟 照顧家庭 尊敬有德的人 沙門 婆羅門 然後照顧那些貧窮 貝賤的人 佛頭講得很清楚啊 那福報是這樣來的 不是你每天 災見慕遠 淺淺的 拜東方 拜南方 拜西方 所以你不聽不知道 聽佛說法 告訴你正確的道理是什麼 正確的方法是什麼 那這個就是什麼 你就會遠離這一些沒有意義的 沒有意義的死 第四個 由於聽聞正法 如法修寫 能得虐盤解 我彷彿有勝利 你知道怎麼樣 你知道怎麼樣離苦 把苦完全斷除 你就解脫了 你連生死如何都沒有 那我們現在還有苦 但是我們現在是控制這個苦 不要讓它太苦 而且自從學佛之後 未來苦會越來越少 越來越輕 就是這樣 你還是會有痛苦 但是痛苦來的時候 因為我們是 痛苦來的時候 我們不知道怎麼解決它 也沒辦法控制它 又不能忍受它 所以那個苦就會加受 其實是這樣子的 你不能忍受會有這種苦 就像你不能忍受這種人 可是你又離不開這個人 你又不能控制這個人 那你當然就很苦 很簡單 那現在是就算你離不開這個人 但是你至少可以控制 屬於你的這一部分 你不再很多的心都執著在那裡 在因它受苦 就好像釋迦摩尼諷 也沒有辦法讓提伯達多不招二月 但是他不會因為提伯達多受苦 不會 而且提伯達多 會讓他受苦的機會越來越少 因為因緣不一樣 因緣不一樣 他就第一個他傷害不了你 他還是會撈亂你 他傷害不了你 而且越走越遠 他越來跟你越沒因緣 你一直修三月他一直修二月 就這樣 就好像你越來越乾淨 那些跳蚤就跟你越來越明明 他要在髒的地方 你的環境弄得很乾淨 那些蚊子 蚊子 蟑螂 老鼠 沒辦法吃生 一樣的道理 但因為你的煩惱越來越輕 煩惱的時間越來越短 煩惱的程度越來越輕 所以你的痛苦就越來越輕 痛苦的時間就越來越短 痛苦的程度就越來越輕 所以就是這樣 痛苦的時間 痛苦的時間縮短 你還是會有痛苦 但是痛苦的時間縮短 以前痛苦都幾年了幾個月了 現在因為你在痛苦之中不再照二月 而且你努力照上念然一步 所以你的痛苦時間會縮短 痛苦不再那麼嚴重 不再不能解決 痛苦的程度會減輕 痛苦的次數會減少 為什麼 因為你煩惱的次數減少 你煩惱的程度減輕 你煩惱的時間縮短 煩惱造業才產生痛苦 我們叫做貨業苦 原理就是這樣 貨就是煩惱 所以我們常常在講 消業障 消業障 消業障要有減煩惱 煩惱不減除 業障不能消 很簡單 因為煩惱才造業 造惡業 這個業是指惡業 來造惡業 造惡業就受苦 造善業就受熱了 受苦果 果報 那這個苦果就變成什麼 災難 消災戰 就是消災免難 有災有難是一種果報 我們講 就變成你的災難 你說管命多病 貧窮卑賤 烏肉偏縫炎夜雨 情傳又欲對頭風 類似這種的 它是一種果報 作為一隻狗是一種果報 這一隻狗已經很可憐了 還作為一隻賴力狗 作為一隻賴力狗已經很可憐了 這隻賴力狗還被其他的狗欺負 你看它不是很可憐 一樣 作為一個乞丐已經 每個吃魚已經很可憐了 還全身是病 全身是病 已經很可憐了 還被其他的狗咬 那不是更可憐嗎 那怎麼來的 這個東西就是一種災難 這災難怎麼來的 有夜來的 夜怎麼來的 有煩惱來的 所以你要消業障 要消災難 消災免難 你要不造業 或是在已經造業裡面暢偽 或是你隨緣消作業 更莫造新娘 你在受苦的時候 不再起燃了 不再造業 這個時候苦就很快遠了 為什麼 後面的音樂沒有 前面的火這麼大 汽油 物覺也那麼大 可是後面沒有木頭 沒有木材 燒完就沒有了 一下子就 一下子就沒有了 因為你沒有給他新的木材 木材很大 在燒沒有說火很大 可是燒完 你沒有在天氣的木材 他就不會再燒 苦不會再有 這個才是 這個才是受苦 然後不起煩惱 才能療苦 是這樣來的 所以因為你的煩惱 次數減少 煩惱的次數減少 最重點是減煩惱 煩惱的次數減少 煩惱的程度減輕 煩惱的時間縮短 因為這樣 所以你才能夠什麼 痛苦的次數減少 你不會苦上加苦啊 你才不會痛苦的 你才會 因為這樣 你才能夠痛苦 時間 痛苦的次數減少 有的人先生也給他苦 太太也給他苦 兒子給他苦 女兒給他苦 連父母親也給他受苦 連左右鄰居都讓他受苦 連國家都讓他受苦 那很多種 你的痛苦次數會減少 這個是果 這個是因嘛 這個是因嘛 煩惱 這個是因嘛 這個是果嘛 苦嘛 你痛苦的次數會減少 你痛苦的程度會減輕 痛苦的程度會減輕 有的人一病 一病 就病幾個月 有的人一發生之後腿斷了 有的人只是疲弱傷 痛苦不太一樣 有的人被傷害很深 有的人只是疲弱了 不一樣啊 程度啊 為什麼 因為你在造業的時候 你在造業的時候 你沒有那麼狠 你照業的時候 你在造業的時候 你沒有那麼狠 你照業的次數減少 煩惱的次數減少 照業的次數就減少 照業的次數減少 痛苦的次數就減少 一樣 那煩惱的程度減輕 照業的程度就減輕 就好像 一樣是殺生 我殺一次我之後很不好意思啊 那頂多 頂多就殺了還會唱 那其他的殺老鼠殺貓殺狗 那就不可能啊 那殺人就更不可能啊 更不用講殺木殺母啊 那很多那些虐待虐待 虐待那些動物的 後來就虐待 他的兒子柳太太先生 然後後來就怎麼樣 後來就殺人了 就這樣啊 就是這樣啊 雖然淘寛 雖然淘寛不 我還淘寛不 一樣的道理啊 他業力一直增加的嘛 那次數減少 程度減輕 以前不喜歡 就會打人 現在不打人啊 只罵人 罵就罵得很難聽 現在也不罵好聽一點的 也不罵那麼久啊 這就減輕啊 這個就減輕啊 以前一點不合就要打架 現在不會 現在只是吵架 那後來也不吵架啊 只是什麼 只是罵在心裡 那已經減輕啊 就是這樣啊 我修型就是這樣啊 你沒有辦法一步中天 可是你因為知道 你慢慢慢慢改善 那時間就縮短啊 以前一生氣就氣個 氣個三天不吃飯 然後氣三天罵三天 現在不會啊 現在氣一天就覺得 哎呀我怎麼這麼沒辦法 因為這事情去那麼久 慢慢就改善了啊 時間縮短啊 所以你痛苦的時間也會縮短啊 因為你起在起煩惱的時候 就照夜了嘛 你痛苦的時間也會縮短啊 你痛苦的程度會減輕啊 你痛苦的次數會減少 他就是因為這樣來的啊 那我們不是啊 我們變成怎麼樣 為了讓痛苦的次數減少 我們不斷地祈求佛菩薩 減輕我們痛苦 那我們不要那麼苦 你要不要這麼苦 你要聽佛菩薩的話 不要造這樣的業 不要取這樣的煩惱 那我們不是啊 就花個錢 買個水果點個燈 然後就希望一生幸福平安快樂 沒有那麼好 這麼好狀況也要去 因為不可能嘛 你要怎麼樣做 人家那個胡適都說 要什麼收穫先怎麼摘 對不對 那還不是那麼全景的佛教 當然要怎麼收穫先怎麼摘 一樣啊 凡事有因果的嘛 所以 所以英尊老師才會講啊 很多佛教主都種在什麼 要燒災免量 不是啊 燒災免量的前提是要 不造二業 不造二業的前提是要 減除煩惱 怎麼樣控制自己的煩惱 怎麼樣減少自己的煩惱 怎麼樣斷除自己的煩惱 怎麼樣斷除自己的煩惱 這個不就戒定會嗎 戒是防護 防護 不起煩惱 不造二業 並調伏讓心 不吹隨二業 我們都會遇到不好的事啊 那個不失定義的優柏儀 必捨全 不失定義的 把所有的鎖鏈捐出來蓋金色的 項鍊非常 捐了一個金色 國王跟他都是好朋友 可是他要過關的時候 被那個守官的人跟他勒索 跟他敲足道 他很生氣 跟國王告裝 國王也不理他 他非常氣 氣了很久 後來去找國 我跟他開始以後覺得 哎呀 我被那個也放下了 要不然他就一直在這裡 一直煩惱一直煩惱 一直煩惱他會想辦法要報復啊 還好有佛 有佛跟他說法 他知道 你不要把那個境界 絕對在這種不好的意義上 就是他的起煩惱 起煩惱有勢力 就會用自己的勢力去造二業 很簡單啊 造二業不是在自己要受苦 一樣啊 我被人家賴再不還 跟他討又不一樣 好我有私意我去叫黑道 我去把他的照台 好啦你照黑道來了 麻煩啊 跟黑道有陰緣 又跟他有惡陰緣 你以後試試看 麻煩啊 所以很多東西我說 我們沒有想清楚 就很容易起煩惱在二業 你後面就要 你後面就要承擔 你因為起煩惱 照二業所受的苦 那我們都不知道 從源頭去解決 然後就怎麼樣 你二業又不是佛菩薩叫你造的 也佛菩薩幫你造的 他怎麼可以幫你解決呢 你要從你自己 要從源頭 就算你現在暫時跟你擋掉 就好像你身上有一個流 用外割手術把流割掉的 可是你漲流的原因沒有去掉 他還會再漲啊 他還會再漲啊 他不漲到這個地方 就漲在另外一個地方而已嘛 你要把那個 你要把那個漲流的因素去掉 尤其是你住了佛社屋 尤其是你吃了不乾淨的東西 尤其是你的飲食生活時段不好 那你要把這個原因找出來嘛 那你如果沒有 你當中去把它割掉 割掉沒用它還會再漲啊 一樣的道理啊 所以我們要把痛苦的原因 就好像流嘛 造成我們的負擔嘛 造成我們的痛苦嘛 那我們要怎麼樣 要把它的原因去除掉 所以不要只是天天就點燈啊 然後外餐還要講宵夜帳 你要知道你的煩惱從哪裡來 你的痛苦從哪裡來 那怎麼樣控制你的煩惱 才有辦法控制你的痛苦 解決你的煩惱才能解決你的痛苦 這個是很重要的 所以他這裡講 那佛法的一切功德都是由聽聞 佛法聽聞而能得到 那包括能夠得解脫 你把煩惱完全解除了就是解脫 沒有一點煩惱 因為你看心無掛愛 無掛愛物又恐怖 眼淚的腦夢想 究竟念來 解決一切的痛苦就是念來 一切的痛苦都使命 是要心無掛愛 不又恐怖 你沒有一點煩惱 沒有一絲不掛 不掛這一絲的煩惱 你不起煩惱 不起煩惱哪會有痛苦呢 不會 所以這裡是聽聞佛法的功德 蜘蛛法 遮重惡 斷無意得虐法 就解決一切痛苦了 如氣受於水 如地質於種 因禮三種之 地聽善思念 佛在開示正法時 就是在講經的時候 總是告誡聽眾 地聽地聽善思念之 因為如聽法而不能如法 那就不能得到文法的功德 文法的功德不是說 我聽了我就有功德 沒有 有些人說 我把金送給了我就有功德 沒有 常常聽人家講說 你們祖先在想哭 你要剩三十噸地中間給他 要剩二十噸地中間 要剩三十噸地中間 要剩三十噸地中間 要念幾便錢 不是這樣子 功德不是從這邊來的 所以我常常在講 功德 功德從心不從聲音 是從你的心 生起來的 不是把它送完 我把它唸完 然後一聲音把它唸對 就好像我唸 我唸 聲音對不對 是要唸 還是 還是歐巴那媽咪 還是歐巴那咪 就不是那個聲音的問題 是那個道理的問題 這是從這個心 功德是從心生出來 不是那個聲音面對就有功德 不是 殊勝在理不在文字 所以 無上勝身為愛 百千萬解難遭一 我今見聞得作主 願解如然堅實一 你要了解 它要告訴你什麼道理 什麼方法 這是什麼原理 要用什麼方法 書聖在理 不在文字 不是文字聲音 那我們都是這樣 把這一本經早晚課念一遍 就好啦 就有功德啦 早課經 鋼經 晚課 晚課補文品 或是阿彌陀心 念完了就有功德啦 不是這樣 人家會再講 他要善事念之 後面要依教奉行 不在文字 然後我們常常講 這本經有多少功德 這個佛菩薩多數聖多數聖 都不是這樣 重點是 你要用心 而且要有道理 要明白 所以誦經明理 要明白道理 重點是要明白道理 明白我們為什麼受苦 明白要怎麼解決這個痛苦 要用什麼方法 可以解決掉這個痛苦 解決到痛苦是什麼 是什麼狀態 誦經明理 靜置身心 就是他們 所以不起凡 高雅我們講 你有把這個道理明白了 你修學佛法才有它的意義 你不會說 二級是說 我會唸經啊 唸作啊 唸佛啊 你就種在那個數量 什麼時候 不是 所有的佛法 所有的佛法 包括我們的經文 修多了我次第所顯 我們常常講 一本經 每一本經一定有它的修行次第 這個我們之前有說過 每一本經都有它的修行次第 就開始講經文 然後 尖尖就是什麼 地聽地聽 善師面子 專心聽 專心聽 仔細聽 不要漫不經心 地聽地聽 最小的地聽地聽 要講之前 這個是正法 從佛那邊聽來的正法 而不是隨便聽的 不是 不是道聽圖說的 地聽地聽 就好像我們講 有一個句子說 這個 釋迦牟尼佛也是練阿彌陀佛成果的 道聽圖說 不是 我們是依正法 善師面子 這裡講 聽 專心的聽 聽完了之後 要好好的思維 要受持 然後 還沒講之前 一定講這個 所有的聽過是怎樣 要講之前 不是我 這個是 這個根源是從佛 或佛地 只是正法來的 不是道聽圖說的 然後 然後要專心聽 要講之前 還沒講 講之前專心聽 然後 就是 我們剛才講 聽之前 怨姐如也正式 要了解他在講些什麼 那麼他的理念一定是道理 我們講過就是道理 修行的原理是什麼 修行的方法是什麼 為什麼要修行 修行的原理 然後這個是斷惡修喪 那麼道路 修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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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地 怎麼修 講這個 講完了之後 他才會講修行的功德 你這樣修有什麼好處 會得到什麼 會得到什麼 之後 這個就是內容 這個就是經文的內容 之後 會跟你講什麼 最後你去 歡喜信受 依教奉行 你聽了 聽了歡喜 表示什麼 你聽進去了 你聽進去了 不信了才歡喜 你相信 而且你受辭 然後歡喜之後 然後依教奉行 你還要去實踐 你要照著做 不是聽完了就沒事了 就好像你送完經不是送完了沒事了 送完了是要告訴你怎麼做的 你接下去要怎麼做的 就好像人家跟你報復 報完了你要照著路這樣去走的 不是報完了你就忘記了 那我們就是這樣 送完了我們就不知道他講的什麼 就跟我們沒關係 送完了之後有沒有功德 就是佛捕撒的事 不是啊 你有沒有照著做才有沒有功德 你有沒有照著做才有沒有功德 你沒有照著做跟佛捕撒沒關係 醫生開藥給你吃 講了那麼多 你回去要照著做 不是你意不好 你來怪醫生說 你開給我的藥沒有效 那你有沒有吃 沒有啊 人家叫你 人家叫你一天三餐吃 你三餐只吃一餐 你三天吃 吃一包 人家一天 一天要吃三包 那你沒有照著吃啊 人家叫你 人家叫你這個 吃這個東西不可以吃什麼 不可以吃酒 不可以喝什麼 那你還是不管 那你沒有用啊 你沒有照著 你沒有義教奉行 病怎麼會好呢 不會好啊 所以 所有的功德 所有的修行功德 都從依教奉行中來 那麼你依教奉行 你要怎麼奉行 你一定要了解這個 你才能夠知道怎麼修行 不然你怎麼奉行 你都不了解他的原理 不理他人的方法 你要怎麼奉行 沒有辦法奉行啊 所以那你要了解 要深刻一定要怎麼 一定要很專心聽 因為以前沒有書啊 以前沒書啊 不知道我不懂我再來翻 沒有 講完就沒有了 你沒有錄音機啊 以前講完你沒有仔細聽 沒有把它背起來 沒有把它很深刻 你很容易就忘記了 聽一聽就忘記了 所以他要你 地聽地聽善事願知 然後講這些道理 修行的方法 那完了之後 你要照著去做 那麼才有這些功德 那我們都不是啊 我們的功德 都種在那些功德 然後就送心給佛不少天 然後他就給我們功德 不是這樣子的 長期以來 大家都這樣認為 所以他這裡講 如果聽法 聽法 像我們現在也在聽啊 但是你不如法修行 你不如法就是 你聽是這樣聽 可是你回去不照著做 聽就這樣聽 講就這樣講 做句才我怎麼做 沒辦法 這你有沒有意義啊 這這個就沒有意義 沒有辦法 誰也改變不了你 提伯達多也跟著思教佛出家 出家了三十幾年 他一樣是割三就到了 割第一 沒有辦法 那就不能得到文法的功德 全面講文法就有那麼多功德 不是啊 不是聽了就有功德 而是你聽了 你先要聽嘛 聽起來知道怎麼做 可是你聽了不到著做 也沒有用 也沒有用啊 跟你講這個醫生多厲害多厲害 他開給你藥方 講說對 你回去藥不吃丟掉 也沒有用 也沒有用 所以一定要依教共行 所以如理思維 事欲留之嘛 清盡善事 清盡善事就是天文正法 你聽的必須是 你聽的必須是從佛那邊來的 善之事嘛 事欲留之 清盡善事 天文正法 後面會講到 後面 你後面就有了 清盡善事 善事是天文正法 無理思維 這個就是如是我文 天文正法 天文正法是從佛那邊天來 清盡善事 天文正法 然後要地聽地聽善事念之 要如理思維 思維什麼 思維這個道理 然後要怎麼 依照奉行 法水法行 這個是四個 水法行 法就是修行的原理 修行的目的 涅槃水法 法水法行 法跟水法 水法就是修行的方法 法正當 你要照著去就要依照奉行 好 我們就往底下看 那他說 他說 你如果聽法不能如法修行 那就不能得到文法的功德 現在舉兩個比例 來說明我們在聽法的時候 應該避免有怎麼樣的過失 第一個 他有兩個比例 一個就是 如氣壽於水 就是那個器具 裝水的器具 他說 天下雨的時候 以硬量器 撥墨碑盆 水碑 水盆 水盆 水缸 這種種裝水的器具 承受雨 雨水 就是你要拿來裝水的東西 然後能夠裝多少水 我們就是一個器 我們聽法就好像伐水一樣 瓦曼高山伐水不露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 第二個 我們先來看他怎麼解釋 然後是離三種過失 第一個 如江碑 江波或碑倒附在空地上 那雨水就不能進去 就是你自以為厲害 自以為聰明 我曼高山伐水不露 就是你沒有口 你就把杯子蓋著 水再下怎麼大 你一滴都不會掉進去 因為你的開口是朝下的 你整個是覆蓋住的 煩惱重的人也這樣 我曼重的人也這樣 所以 佛陀告訴 比修應該要為眾生說法 可是對那個我曼的人 不要為他說法 人持毛不應該會說法 人持蓋不應該會說法 他自以為是 你跟他講的他也聽不進去 他反而跑過來回報你 嘲笑你 戲弄你 反而對他不好 所以這種人不是不慈悲 你為他說法 只是增加他的障礙 增加他的罪業有一點 他根本就不會聽 他還會抓你的漏洞 然後怎麼樣 然後來毀謗你 那你幹嘛要為他講 他不需要 你又渡不了他 也不用去增加他的罪業 所以 仁持毛不應該會說法 就是他那種心不對 他那種心不好 他就是要挑釁你 要非難你 要責難你 要挖苦你 要羞辱你 那你很不用 你吃渡不了他 那這種不要 不要為他水 那一樣 這個就是覆蓋在空地上 你水再怎麼大 進不去就進不去 我曼高山 罰水不入 那我曼就是很重 煩惱很重 成人心很重的人 有時候還能聽 聽得繼續 我曼星的人是聽不繼續的 第二個 如波或杯中有慧之毒素 那即使受到的水 不但無憂 而且還會害人 就是你有邪戒 你有邪戒你聽得法 那個法本來是正法 後來也變成邪法 所以斯嘉莫尼普德斯大 有一些外道 邪戒是最重的 就是邪戒很重的 他要來出家 要先留在生團裡面觀察四個月 過三個月 慢慢慢慢把他的肢戒改掉 沒有那麼邪之邪戒的 才可以出家 為什麼 因為他那些邪之邪戒 會影響其他的人 那他聽了進去 聽進去之後 他自動把它轉成他的模式 外道模式 這就變成這樣子 就好像學習佛法 可是他以前是學外道的 學習看風水 看地理的 結果進了佛門之後 就自動什麼 自動佛道創修 他以前是積童的 結果 結果以前是王母娘娘 就積童 積身 結果學了佛之後 變成觀音菩薩的積身 就變成這樣 那觀音菩薩會有積身嗎 沒有 因為這種事 現在外面就很多 觀音菩薩的積身 觀音菩薩是沒有的 這個疾心這個事情 沒有 不可能有 可是你就把這種觀音帶進來 那這個怎麼樣 有毒素 所以 你的水 你的髮水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讓你止渴 也止不了別人的渴 而且人家後來還會中毒 那這個沒有用 還會害人 所以這種人越有休閒 害人越多 越多人跟著他 就這樣啊 那第三如波 莫用碑有熱裂縫 那即使清淨無毒 也是漏得一無所有 那他就講 就是說 他舉例 這個聽法的人不注意 不專心 第一個你不專心 那不專心 你根本法都不進去 第二個是你有我慢 你根本就不把他當一回事 他說那我也會 就是他 他自以為是 他自以為是 他根本不在乎你說什麼 那有些人他不在乎你說什麼 他只是要顯示出他比你厲害 他心裡面想要怎麼防駁你 怎麼證明他比你高 所以他不會注意 專心聽你在講什麼 我慢高三嘛 所以他不會專心注意 聽你在講什麼 他只是想辦法要抓你的漏洞 然後來顯示他高了一點 就很多這種的 那聽了等於沒聽嘛 那第二個雖然專心聽 但是心有沉見 有懷疑 有邪止 就外道線 那對於聽受的證法 不能升起功德 還不會引起 引發邪見腓法的罪惡 所以這種人不應該為他說法 為他說法 正叫他的罪孽而已 所以氣體裡面有規定 遇到這種人不要為他說法 不是你不慈悲啊 不是你不要怒吶啊 你又為他說法反而害了他 為什麼 他會毀棒的更厲害 他會毀棒的更厲害 就好像你送一軍關於菩薩 氣給回教徒 他還不拿去當木材燒 對不對 那你對他沒有保住啊 反而害了他 是不是 你拿一根金鋼筋去給他 他還不拿去包油條 他根本就不把他當一回事啊 你不需要這樣 所以這種人 倔力有規定不要為他說法 不是看不起他 而是你這樣反而讓他照顧而已 不需要 那 第三個 心中雖沒有成見以後 可是內心雖然 事物匆忙 不久還是忘得一乾二淨 就是他心不在焉 那有一些就是他 他聽是聽的 他也想聽 可是他不把他當成是重要的 就是 例如說 插飛啊 偶爾 偶爾就是啊 就是硬緊硬緊這樣 因為他自著的還是他的武藝功德 那這個 穆建人有一天 穆建人有一天 上去這個 因為 因為這個 比丘生病 那個時候有流行病 然後就上去 上去找齊博 因為其實齊博生到到一天 那個上 問神通是到一天找齊博 結果看見很多佛弟子 看見穆建人來都 都當作沒看見 然後 他就看見齊博 找到了 齊博跟他回首 也沒有講話 就馬上走了 齊博就用神通讓他停下來 那個時候他還是馬車 那個時候還是馬車 人間怎麼樣 天上就怎麼樣 那個時候人間都是馬車 佛陀時代都是馬車 所以天上也是有車 那車 照理講天上 不知道有沒有馬不知道 應該車自動會走 他就用那個 讓那個車不能走 那 就問他 怎麼會生到天上 以前看到聖者 都會居下來合掌 有的還會允禮三敗 公信 現在沒有 現在的時候揮手就跑了 怎麼這麼沒禮貌 這麼不公信 怎麼會這樣呢 他就問他 他說 尊者啊 你不知道 我其實算是非常虔誠的 還跟你打招呼 你看他那多天人 以前都是你的弟子來的 你看有人跟你打招呼的嗎 是啊是沒有 為什麼 他們太享樂了 他們太享樂了 天天都享著 因為很多宴會 天上不愁吃不愁穿 吃一得一 吃死得死 然後 所以 那個心都放在育樂上 等一下參加什麼宴會 等一下要看電影 等一下有什麼餐會 等一下什麼怎麼樣 好像很多 所以心 雖然有天法 天一天很快就忘記 然後這個 這個物件人就覺得 這樣分開不好 這些 這一些 趁到大陸一天的這些天人 以前都是虔誠的佛弟子 趁到天上都這樣想 我佛爸想竟然還墮落 多可惜啊 很難得遇到佛法 怎麼不趁著這個時間好好修行呢 他就跑去跟大陸天主說 意思 嗜體環音嘛 嗜體環音也是很負責 釋交毛利活的 還做天王 他就跟他講 你們天上的這些天人 很多以前 在人間的時候都是修學佛法的 現在釋到天上去 大家都有天眼啊 也知道佛法很難得啊 佛法難聞啊 佛陀難遇啊 怎麼不好好大家趁這個 這麼好的環境好好修行呢 他說 尊者你不知道 他就說 他就派一個天人說 你去叫哪一個天子來 天子就是天王的兒子 天地地 嗜體環音的兒子是天子 然後其他人是天人 你看 他就叫 你去跟爸爸叫誰來 就是他的兒子 其中一個兒子 嗜體環音又有很多兒子 就叫其中一個來 那個天人 去叫了三次 那個天子都沒有來 他說尊者你看 我這個兒子 只有一個太太 這個太太 就是天上很多人都會音樂很厲害 唱歌跳舞很厲害 那 有一些天子 有很多太太 他說 我是個兒子 只有一個太太 而且 這個太太只會一種樂器 會唱一條歌而已 這個天人 就找女的都沒有辦法離開 然後有很多天子 有很多天子 都有很多天女 就有很多太太 而且這個太太 都有很多種技能 都唱很多歌 能跳一種舞 然後他們怎麼 像我天王 那就更多了 所以 那個心 有時候也想修學佛法 有時候也想 可是想 都想不久 馬上就想到什麼 想到日月的事 唱歌 跳舞 宴會 上次想到那邊去 有時候也想修學 也想說好好來用功一下 用功 送沒有幾步 就覺得 哎呀 太累了 還是去看個電影 喝個咖啡 泡芙茶 看個花 可能就這樣 然後到世界遊玩 坐個郵輪 就想這些 你看很多有錢也是這樣 去澳洲玩一玩 去澳洲玩一玩 去迪士尼玩一玩 無聊 去賭場玩一玩 那偶爾參加一個禪棲 一天就覺得 哎呀 這我已經夠了 就可以了 拜個佛 就覺得這腿太痠了 我還是做新的福報就好了 不太容易修學 真的有錢人也是這樣 有名聲有地位的人也是這樣 他事情太多 他的慾樂 攔著他的聲音 這樣啊 這個嗜體 黃銀講的 你看 天上福掛那麼大 所以我也想修學 可是有時候 慾樂一來 就忘了 很快就忘了 很快就忘了 那有時候常常是 痛苦來的時候 才會想到 哎呀 要好好用功 可是天上沒有 天上是要等到受命禁 他才會受苦 幾千年都在享福 他不愁事不愁酸 吃一得一 死 死得死 甚至他們 他們要吃什麼穿什麼 我們都沒有 還要去張羅 還要去賺錢 他們不用啊 自然而然就有 而且又不太會生病 他們沒有病啊 他們只有酸啊 酸就是要死之前 會陷酸下 會流汗 流汗會臭 身上 頭上的花會哭 這只是這樣而已啊 所以你看 他怎麼會想休閒呢 嗜體皇陰是聽佛說過很多法的 他也請佛 佛上 到一天為母親說法 嗜體皇陰供養佛 而且也聽佛說法說了三個月 佛在人間說法的時候 他也下來聽 很多佛弟子 升到高利天 很多天人以前都是信佛的 可是升到天上享樂之後 就忘了 所以很多人也是這樣 以前很勤苦 刻苦 病很多的時候 休閒 病好了 然後又健康了 然後又有錢了 就開始到處玩了 到處享樂了 就不太想休閒了 真的這個我也看過很多 問題解決了 這樣就以為沒問題了 就可以過幸福快樂的日子了 沒有 問題還沒解決 所以還要繼續休閒 可是因為慾樂 因為人是這樣的 又執著慾 不要說在家裡 出家人也一樣 一樣啊 所以要時常要 要 提醒自己 要提醒自己 要不然就 福報未來 就隨著福報走了 真的 反而辛苦的時候 就會努力 可是一有福報來 就開始放育了 就開始不靈異不休閒 常常是這樣子 世底皇上就說 我天我 我也沒辦法 我也知道佛法很好 我也知道佛法很好 修行很好 我也知道不能一直享樂 可是 那個福報一來 就多忘記了 多忘記了 就不禁不得了啊 就開始就在無意之中啊 那偶爾遇見佛才有點慚愧心 那慚愧沒有三分鐘嘛 大概就這樣啊 你看就是這樣 所以才就修天不升天 身到天上去 不容易休息 有苦才會休息 但也不要太苦 像三六道那麼苦 也不好休息 像天上都不苦的也不好休息 有苦有樂 像我們最好 真的 有一點點苦又不會太苦 可以忍受 稍微忍了忍的就過去了 那也不會像中 那個軌道這樣 沒辦法 煩惱中 沒辦法 也不會像出生之道 想了想了 怎麼想一想不透 那我們不會 我們開始想不透 努力想一想想一想 就可以想後 那是這樣子的 不會太苦 不會太熱 不會太自以為是 也不會太無癡 剛剛好休息 真的 但即使是這樣 很多人還是不太會休息 那這個是 這個是講這三種 專心聽法 那麼有一些 似乎匆忙 內心散亂 不久還是忘了一乾二淨 文俊德一個法師 他以前很苦 後來 出了家 休息 有一點福報 有一點福報 有很多購買他 全世界旅遊 這邊旅遊 這邊旅遊 現在忽然之間 他有錢 他每個月去做什麼 做健康檢查 不是每個月 半人都去做健康檢查 怎麼檢查都檢查不出來 今年忽然之間 就說排症 之前怎麼檢查 檢查不出來 這不是嗎 你夜報來 我要告訴你 你沒辦法打出來 就沒辦法打出來 以前打出來就是默契 現在要來好好休息 有時候也不容易 現在變成要好好看醫生 那你以前為什麼不好休息 我們常常這樣 你也知道世間是苦 你也知道佛法難遇 可是 不苦的時候都不會想到 可是一旦苦解決又忘記 就會這樣 以前有一些人喝酒也是這樣 喝喝了 生病了 就說你又不再喝了 等一下病好了出去還是喝 受苦的時候就說我不要再 我不要再 我不要再喝了 你喝了 你看 喝到 喝到 喝到生死就這個樣子 痛下決心不要再喝 一陣子之後又沒有了 又好了 好了就開始又喝了 都是人都是這樣 所以我們必須要常常提醒我們事情 你沒有提醒人有放逆的習慣 就我是覺得我也是這樣 你沒有提醒 而且 福到來不是一件好事 福到來不會想 不會善用 反而容易照顏 有一點點苦 反而是好的 真的 但也不要太苦 太苦 太苦也會煩惱很重 就稍微有一點點苦 知道無常 稍微有一點點苦 知道警惕 知道要休息 福到太大 那有時候 反而不會休息 真的 什麼都好 兒女也好 然後家裡又沒有病人 自己身體又好 又有錢 這種人很少說 會用功的 他唯一會的就是會不思 其他人要等他用功 不然是也很難 偶爾 假設有去參加一個禪修 那已經很了不起 參加一個佛系 已經很了不起了 他也不可能才能參加 只有那種很苦 想要解決苦的 他才會一直找辦法 一直努力 當然我們也不要等到那個時候 我們現在就要知道 好 那這個是 我們把這一段講 所以一下子就忘了一乾二乾 就好像事情環境一樣 事情環境福報不大了 他聽的佛法可多 而且還是親耳聽佛說法 那但是沒有多久就忘了 沒有 悟見人去問他 到底佛陀跟你講了什麼 他一下子就忘了 他說佛現在在哪裡 你去問他 你不要問我 我一下子就忘掉了 你看 所以像這樣的聽法 有了三種過失 那就不能得文 得文法守陰德 前面跟你講文法有什麼功德 可是你要避免這三種過失 而且要如法修行 你才能夠真正得到文法的功能 所以說應該地丁 應該善思 應該善念 所以經典裡面跟你講 宋大悲咒有什麼功德 宋普民品有什麼功德 宋地藏經有什麼功德 這一些都是要如法修行之後 要你理解真意之後才有的 一定要知道 好 因為時間到了 我們就先講到這裡 大家合掌合相 願以此功德 願以此功德 顧及於切 顧及於切 我等於眾生 我等於眾生 皆供成果道 皆供成果道